金牌宝洁园 炮塔炮塔 组装炮塔了 说实话 炮塔真的比我上级组装车体啊 和发动机啊 简单太多了 不过也要小心别少了东西 现在有些边边角角的东西 不注意点还真容易忘了 比如这个榴弹发射器 好家伙 就藏在旁边这个洞洞里呗 没事儿 等会装内部的时候再装 啊无线电装置在这里 我还在想 好像车体里怎么没有无线电 我记得之前有些坦克的 无线电装置是在车体里 但是最近翻新的谢尔曼 好像都在炮塔吧 我还真没注意 好了 炮塔完成 炮塔外部和内部 都是完美的百分之百状态 最后的组装 坦克发动机吊装 然后吊装炮塔 涂装得整一下吧 老样子 五角星得来一个 老照片上也有五角星嘛 不过我个人觉得 戴个圈圈更好看点 所以我就用这个戴圈圈的好了 前装甲上来个这 就让敌人往这瞄 看打得穿 涂装花点吧 我又不是要还原 不出大差错 我个人觉得好看的 弄一弄就行 好了 完工 带出去溜溜去 添加燃油 四个油箱 我早就说过嘛 上面的油箱盖都一堆了 是吧 然后是机油冷却液 启动 行 冒样就说明好了 我先进车掌位看看吧 话说为啥不能车内视角呢 嗯 啊 好了 这样就是车内视角了 我可以看车内的观察镜 其实我还是挺想尝试 就在第一个人车视角来开坦克的 但是这视角 好吧 大家体验一下就好 开起来真的挺难受的 主要是视野真的太小了 有种从小刚的眼里 看世界的感觉 驾驶体验就还行 哎 这游戏的驾驶能有啥体验呢 对吧 拆卸体验还差不多 好了 每次翻新坦克的最后环节 打不是 打靶 啊对 打靶 说到打靶 我突然就很期待 谢尔曼管风情啊 那火箭弹 是不是得直接 把靶场给轰平了 这台坦克翻新完 我就要动身 找管风情的残骸了 如果真能把靶场给轰平了 那这个工作室 也算是有个圆满的结局了 哎 等等 我坦克里是不是缺点啊 嗯 我怎么又没装炮弹啊 这跟我当年考试不带比 有点意趣同工之妙 没想到过去这么多年了 老毛病一点没变 走吧 回工房买弹药 穿甲弹要买一些 高爆弹也要买一些 全部买满 用应该是用不完的 但是得有嘛 万一等话时长不够了 多打几发炮弹也能数一下 哎 红色这个靶是个什么玩意儿 打到没反应的 好像要开启那个测试 打着才有用 没事 我们还是打墙 我比较喜欢打墙 有时候也喜欢挑战一下 打打移动吧 怎么样 正中目标 试试更远的 不行 打不中 话说这炮最远可以打多远 近一点的红色牌子是1000米 再远的红色牌子我已经看不清了 可能是个1500米 好家伙 我这一炮直接打进树林里了 射程真有这么远吗 我去查了一下 希尔曼的射程 好吧 没查到 但是据说大多数坦克的有效射程 大概也就是个2000米左右 那我这一炮打出去 确实也不算夸张了 好了 回去了 希尔曼M4A2后期型号 完工 坦克入库 这间车库基本上都要被 希尔曼包了 我现在有点期待下一个DLC 他们会出什么坦克了 那今天这期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各位拜拜